再拿个互动 现在敌人打我都不可能了 哈喽大家我是阿嘎 又来又一个僵尸性存者了 昨天呢有网友给了阿嘎一个非常新奇的套路 是阿嘎之前啊想都没想过的 说是非常的厉害啊 网友用这个打法呢 在无尽模式里面打了80分钟啊 最后呢是因为太无聊了 所以呢才自杀的 那这么厉害的打法呢 今天我们就再来用它来挑战 看看这个硬核模式好了 因为阿嘎相信好的套路应该同样也是 通用于这个硬核模式的 除非那个实际上面来不及吧 那我们今天就来出发试试看好了 然后网友建立了 今天我们是用这个医疗兵 带上这个特警和工程师啊 来打打看 嗯对今天又是医疗兵了 我感觉好像要打到后期啊 肯定都是不可少的这个医疗兵 那先选他当队长吧 因为网友说是医疗兵带另外两个 那我估计就是用他来开始吧 那我们就进入地图好了 然后今天我们的医疗兵同样也是一开始 先是赚注于这个治疗吧 然后等到后面我们的输出主要靠另外两个 然后今天我们选的技能啊 都是阿嘎之前一直觉得他就是 哎这个技能太慢了没用 然后打不了怪 然后没想到网友给的建议就是 但是互相搭配之后啊哎好像就蛮合理的哦 就可以很轻松的打到后面啊 然后就硬核模式感到感觉后面好像也没有很硬核了 但是呢我觉得早期的时间可能这个医疗兵虽然说早期需要一点那个攻击力吧 但是呢呃我还是专注于先提升那个那个治疗量好了 就等到他后面出现了第一位二位同伴开始我们才开始加他的那个攻击力吧 可能早期会很难熬一点 就是那个僵尸会多一点嘛 然后我们就尽量尽量多拿点经验值 那早期感觉那个怪物就是轻不了的感觉啊 这怪物基本上就是还是那么一大堆 然后我们要熬一下熬一下 先熬一会那今天我们的打法呢他的主武器啊也不至不至于就是完全放弃的哦 就是其实拿了也是就是更有好处 就之前阿嘎用他的两两款武器都感觉好像可有可无嘛 那今天用起来感觉又不同了 因为阿嘎其实在在在之前尝试的时候啊 也是有尝试过拿还是不拿呢这样子 然后发现哎拿了之后好像确实是轻松了很多 哎哎哎来了来了我的同伴要来了 我们赶快去救我们的同伴了 哇靠路上好多僵尸啊 我没关系现在现在这阶段我们稍微被打一下下 应该也是问题不大 然后这里有这个白条道具了 然后我们就先选先选先选哪一个呢好像都不错哦 那我先选个技能伤害好了 因为网友说今天 其实网友是建议我多拿那个技能的那个 呃就是技能的冷却时间多拿一点 然后这里这两个我不要我重选一下好了 哎然后第二个好像第二重要的就是这个工程师啊 网友建议我先拿工程师的一个技能啊 也有可能是阿嘎之前那个工程师在私玩的时候玩的比较多 然后后面呢我这个私玩版里面 我就没有怎么拿那个工程师的的技能了 然后我们今天就先测证于那个技能 一会他出现了我就再跟大家讲一讲 那在那个技能没有出来之前 我觉得那个主武器还是比较就优先的吧 所以我觉得攻击类的主武器都是肯定是要优先先拿的 因为他的攻击力都是比较猛的 但是最重要还是那个技能 但是他一直不出现 该不会是今天阿嘎那个运气不行吧 哈哈哈我感觉他出现了会比较好一点 不是这个电型阿 然后我们继续拿这个回复用的技能好了 可能暂时应该他们是打不死我的 厉害了今天他都优先出来那个回复的技能 该不会像我我我导致我后期撑不下去吧 电极枪好吧那我优那我先提升他的攻击力也ok吧 赶快来一个那个特斯拉枪应该也ok 也ok 因为特斯拉枪好像攻击速度会快很多 哎来了来了今天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技能 就是这个能量护盾了 我一开始因为他这个是需要解锁的吗 就是他所有的角色都要重新解锁 我就一开始我没有去解锁这一个工程师的这个护盾了 然后没想到网友说哎这个护盾很厉害的哦 他就去解锁一下看看 然后他的效果啊是在玩家周围然后每30秒 创造一个护盾了然后持续10秒 然后还可以对那些穿过来的敌人造成伤害 然后我们等级越高他维持时间就越久 而且那个伤害也越高啊 那我就优先先拿他好了后面 后面只要他一出来我就马上都选他 哎来了来了就是这种感觉了然后护盾 比那个特斯拉枪还要优先 因为这个护盾了感觉就是对于我周围所有的敌人都会有效果 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范围类型的攻击是围绕着我的哦 然后这个电电电动炮塔网友也说后期可以拿一下 然后但是我优先先拿这个武器吧 网友说后期呢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就是在里面横着走都ok了 就是完全不用担心会不会被打死了 应该是不用担心了后面 因为他刚才也试过不要不要太作死的话就不要就是不要故意 往敌人堆里面冲过去应该是死不了的 然后这里我就先拿一个武器好了就手枪 因为网友没有踢的网友没有踢的我就先不拿了 呵呵 好然后又可以选一下哎好像不是我今天想要的哦 但是我那个嗯我可以先牺牲一下那个重新选择还是还是先选这个好了 直接拿这个可重选次数加了好了 像我一回选的那个角色也可以就避免避免那个运气不好 一直没有拿到自己想要的角色这样 哎 然后哎这两个就是我不想要的哈哈哈哈 因为今天我们要那个特警啊前面也有网友哎推荐过这个特警 说特警很厉害因为阿嘎在这个正式版本之后 我就觉得哎那个幽灵好强啊 但是呢网友说这个特警啊比那个幽灵还要强 所以我今天就优先选他 然后这里我优先先选这个武器类的 我就是主武器类的吧 然后直升机也是要拿的 今天阿嘎的打法就是网友说厉害的我就拿哈哈哈就优先拿 然后当然最理想的就是全部都拿得到嘛 但是硬核模式好像也不一定全部都拿得到 哎能量护盾继续我们优先都选他 然后再升级他又加这个持续时间和这个伤害了 然后伤害现在是100了再加上去应该到镜头应该100次吧 然后冷却时间越来越少 然后再升级两次大概 每16秒可以有15秒吧 然后维持着这个护盾了 他就接近就是这个护盾是藏住了就是一直都在 然后其实我也思考过是为什么这个打法那么强呢 因为应该就是我们现在杀那些小兵阿应该主要就是靠那个 然后我自己先选个炮塔好了 就主要是先靠这个这个护盾呢就是这个护照把那些小兵都杀了 然后剩下来的敌人呢应该就是一些比较强力一些 血量比较厚的比如那些boss啊那些敌人 然后他们的血量比较高嘛 然后我们呢就用我们一些武器就是之前阿盖觉得他好像没什么作用 因为他的那个武器攻击力高但是伤害低 诶 这里拿个爆破枪 然后他他就后面我们主要就靠他们来打那个boss啦 然后这里我再把那个能量护盾升到顶级啊 顶级之后应该他冷却时间就15.4秒 然后他持续时间是诶不对 1234那应该就是持续14秒是吧 应该是 然后再提升个爆破枪 但是15秒里面有个14秒应该也是也是差不多就是常驻的一个技能了吧 然后我再来个回血的 回血的也要加一下 因为因为除了武器模式30分钟之后 那个敌人好像速度非常的高 然后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硬核模式里面 我发现这个敌人好像移动速度也是非常的高啊 就是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完全躲得开去的 诶对我刚刚是想要过去拿东西的 拿那个白瓢道具的 然后讲着讲就往回绕了 忘记了 然后我们这里优先 诶继续拿这个武器类好了 最重要的这个护盾 这个护盾我们已经拿到了 然后后面我们就优先拿那个武器 然后这里诶有一个网友说 就是蛮有用的就是当我们受伤的时候 我们的武器会马上重新装弹 就我觉得蛮配合这个 医疗就是这个医疗兵的 因为如果医疗兵都不用这个技能的话 应该也没有谁能够用这个技能了 再来拿个 诶这里先拿手枪好了 因为 因为网友说那个蛮重要就是 就是 就是这个特警的武器啊 也是挺优先去提升他的 然后尽快拿到那个最高级的武器 那今天可能是因为运气的关系 他一直不出来 搞出我现在的话 还没有还没有拿到他的高级武器啊 反而是那个工程师的武器 我就是先先提升了上去 但是应该应该没差吧 希望没差 我觉得今天这样打法就挺强的 然后 这个炮塔也也拿的 所以我好像是缺那个攻击力 导致那些有一些Boss我 我好像打他挺慢的 然后 注射枪 诶先拿注射枪好了 冲来冲去冲来冲去 这有两只大Boss在在在 在往我冲过来哦 不停的撞我 赶快诶终于有个冲冲枪啦 我要尽快拿到特警的最高级的武器 诶好搞定一只了 他掉的那个 那个经验值好像蛮多的 我赶快去吸一下 拿一下拿一下 又升级了 升级之后我就先拿个 其实这两个我都要 那我先拿个电动炮塔好了 诶又有白嫖道具了 又有那个技能升级了 赶快去拿一下 就我刚刚有时候总是就是讲着讲着 然后就没发现那个小箭头 因为他其实有时候会跳出来那个提示的 叫我过去拿 但是就刚好没看到这样子 然后就错过了 忽略了 就感觉这个打法是不是轻松了很多啊 因为阿嘎昨天打到这里六分多的时候 开始开始会 就担心我会不会挂掉 然后这里我先拿个 诶躲避几率也可以拿一下 网友说这个拿起来也是挺划算的 那今天 其实我就想要尽量拿那个 拿那个加那个 加那个技能的冷却时间那一个 但是暂时还没有遇到 那就那就算了 随缘吧 没办法 没办法 必须说这个游戏吧 不是我想要哪个就来哪个的 然后 再来一个注射枪 所以如果有那个运气了也不不错 有运气的话 我的那个bub就会不会断了 不见断了 因为他掉那个 别bub的东西掉的满地都是 我就 我又不用担心了 但是那些道具好像就是道具的种类 满多的 所以我 我也不是想要哪个就来哪个 所以基本上我好像 也不用怎么担心我的血量 所以看得到我的血量满经常 满经常都是满的 再吸一点经验 再来冲锋枪 快了快了 再升一级就好 那如果想要那个技能本级升的高一点的话 就必须要拿到那一 那一招 哎 来了来了 之前呢 阿嘎都喜欢拿这个 突突步枪 因为他的攻击频率啊 比较高 但是呢 网友建议我拿的是这个狙击步枪 我想说 哎 去玩狙击步枪吗 他不会就是敌人一涌而上 然后我就挂了吗 然后但是呢 就正好配合我们今天的打法 我就先选上好了 狙击步枪 应该就是他的攻击力 应该挺高的吧 然后就刚好配合 因为我们今天可以把身边的小怪 都先用我们的这个部分 先把他打死了吗 然后就刚刚好了 然后 哎 这里有个移动时候 可以有那个生命回复加4 但是这里有个技能冷却哦 呃 那我先拿这个技能冷却好了 哎 我先洗一洗看 有没有那个 那个信封呢 先洗一洗好了 再 洗 先拿这个好了 技能冷却 蠻高的 我后面后面再来那个 宝箱的话 我再来看看 有没有那个信封 就是杀boss的时候 就可以 可以升级的那 那个造句 有那个的话 我的那个斬集 我的技能斬集 应该会提升 很多很多很多 应该真的蛮多的 然后再来个狙击步枪 然后把他的伤害提升得高一点 其实他现在他的伤害已经都挺高的 破300哦 但是呢再提升的话他可以再加一些那个子弹 弹夹数量 弹夹数量高一点的话 应该可以就是 攻击频率稍微高一点点吧 就不用不停的装弹装弹装弹 哎 再来再来提升一下 今天我们那个技能就尽量能提到 多高就多高 我也不用 不用刻意去追求那个 就是那个把那个等级升满了 我觉得那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如果真的很想要把等级升满的话 我觉得应该无际模式是可以 然后先提升他那个 医疗兵的主武器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今天是想要拿他那个冰冻 冷冻瓶啊 好像叫冷冻瓶 然后讲着讲着好像已经打到8分多钟了 他一共也才10分钟 但暂时打到现在都还是算是蛮轻松的 好了 然后我来看看有没有那个我想要的东西 哎 来了 真的来了 就是这个贺信了 然后击杀首领的时候不定会升级 哎 我是不知道他是怎么算的 反正我拿到了之后就会无缘无故突然升了很多级 就蛮爽的其实 先来注射仓 然后吸点冰液 哎我的血量有点危险 然后炮塔 再升级再升级 哎拿个护盾 拿个护盾应该就死不了了 因为护盾一下子加加到就是我加我一千护盾了 应该基本上是怪物打我都不疼了 然后再来个提升级 都是网友提到的技能 暂时暂时我都还没有空去拿那些就是 网友没有提的 哈哈 哎然后这三个都没有提过那我就重选一下好了 哎来了来了这个冷冻瓶 然后把我的注射器升级为冷冻瓶 再来个直升级 哎来了就是那个连续的升级了 非常的爽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算的 就突如其来他就突然给我升一大堆的那个技能 就一好几次的连续的升级 就会很爽哈哈哈 然后再来个哎冷冻瓶到到顶级了 但是他的射击速度不高啊 伤害也不高 应该主要就是用来拖慢那些就是追着我的boss 好了好像好像网友给的建议就是建议我提升的技能都已经升满了 然后剩下的就看能不能把其他剩下的也升满吧 然后我觉得哎出现了就是那个效果出现了 啊我觉得冷冻瓶的这个主要作用啊就是 你到后期的时候啊会有一大堆那个boss追着你 追着你就会很麻烦 因为他们这一堆boss都挺擅长跑步的 歪靠 哇哇哇哇哇有点危险有点危险 没事血液回帐来了就稍微有点危险 因为刚刚不小心被那个最厉害的boss撞了一下 差点就挂了但是还好 还好我的那个威胁挺快的 然后那些跑步很厉害的时候都被我动起来 他们就追不上我了 追不上我基本上就ok了就不危险了 然后我只要把时间拖到那个10分钟就ok了 然后这些就随意加吧 这三个都都是无所谓的应该 所以现在他们已经不用动点了 再拿个互盾然后现在敌人打我都不疼了 哎OK啦天亮啦我就不用担心他们了 哈哈哈哈哈哈 轻轻松松啊 今天打法就真的万万没想到 他之前一直放弃掉那些技能没想到原来 搭配的好事那么的厉害啊 然后今天我们来看看主要造成伤害的是这个工程师 那也是肯定的吗当然的吗 应该主要就是靠他的哎靠 不是我我以为主要是靠那个能力护盾 造成主要伤害然后没想到主要的是他的爆破枪 造成六十几万的伤害 然后我再来看看特警的好了特警的自动炮塔原来 啊原来自动炮塔伤害是那么高 还有他的狙击步枪就是这两个都差不多 那自动炮塔我是没想到 原来他他那么厉害 那能一条兵一条兵的伤害应该就不用看了吧 哈哈哈哈 然后今天的这个这个打法 我愿称之为就是暂时目前为止 阿嘎用过暂时最轻松最轻松的一个打法 轻松过硬盒我应该不多吧 应该这样的打法不多吧 也有可能是有其他有其他厉害的网友 也可以给阿嘎留言告诉我啊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先感谢一下给我提供套路的网友啊 那喜欢的朋友啊记得帮忙点赞一下 或者有什么想法记得留言告诉阿嘎 那就先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拜拜